政府将在下个月为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填补保健储蓄户头 总额达到2亿7800万元 财政部发表文告说 建国一代将获得介于250元到900元的填补 比去年的填补金额更高 年满87岁的人士可以获得900元 82岁到86岁可以获得700元 77岁到81岁可以获得500元 而72岁到76岁可以获得250元 另外患有严重疾病 今年满82岁的建国一代 在今年到2025年之间 每年可以获得额外50元到200元不等的填补 以协助他们支付更高的终身健保保费 立国一代则是第三次获得津贴 他们在2019年到2023年之间 每年可以获得200元的保健储蓄户头填补 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将最迟在6月底收到通知出 填补金帖会直接的汇入收件人的保健储蓄户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